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5月22日 慕逊家伯是要达成愿望 本周六晚上 德甲最后一轮同时开打 其中云达布莱梅主场迎战慕逊家伯的比赛 较为引人注目 前者需要抢分保足 后者同样需要一场胜利 来争取下季的欧战资格 虽然双方都有非胜不可的理由 但考虑到云达布莱梅 近年来面对目逊家伯卯卯运行 示意不妨对目逊家伯的迎面看高一些 云达布莱梅近两年的沉沦 让球迷感到心痛 继上季通过附加赛的激战 才得以幸运留在德甲舞台之后 今季他们又再次面临降板危机 而且或许比上季的情况更为严重 33轮德甲战板 云达布莱梅只路得7胜10和16负 攒击31分排在积分榜到树第三位 仅比处于直接降板区的科隆多一分 而科隆最后一轮的对手 是已经提前降板的史浩克零四 并且他们还是主场作战 相信全取三分的可能性极高 如果云达布莱梅金杖不能击败穆逊家伯 球队就很有可能跌入得已 虽然球迷希望云达布莱梅本轮能够心想事成 但现实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3月13日不敌败人起 至上轮德甲丸败在奥格斯堡脚下指 云达布莱梅进九轮联赛指路的 一和八负的惨不忍赌战绩 球队撞太差的毛朋友 另外 尽管云达布莱梅是一主场作战 但他们金记在围杀球场的胜率还不到两成 负率却高达五成 军场主场0.88个入波和1.5个失波的攻防表现 丝毫不能给球迷带来信心 缺少一位一锤定音的关键先生 是云达布莱梅最大的硬伤 目前队中进球最多的球员 也只为球队贡献五个进球 即使球队不断试炼新阵型和新攻击组合 但是恩赴拿古加 拉舒卡 沙尔基和沙珍特等一众攻击手的表现都一塌糊涂 最近九轮德甲云达布莱梅总共只攻破过队守城门五次 而以队城门单场是二球或以上的场次却高达六场 这样的表现确实说不过去 状态糟糕的云达布莱梅本轮主场恐怕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电克斯和基斯迪恩高斯双双左拨间无缘披甲 门将L普洛曼尼则因伤毕战 沐逊家伯前季排第五 上季排第四 球队近两年的实力和战绩可以说比云达布莱梅高出一个档子 不过经济或许是分心欧冠杯的缘故 沐逊家伯在德甲中的战绩有所下滑 目前33轮联赛踢完 他们只取得12胜10和11负 击46分排在积分榜第八位 离排第七位的柏林连差一份 比排第六位的丽华古迅少6分 虽然沐逊家伯没有了直接获得来计欧霸杯分组赛资格的可能 但是球队仍有获得来计欧霸杯外围赛的希望 毕竟他们只比柏林连少一份而已 与火力薄弱的云达布莱梅相反 沐逊家伯的攻击力相当强悍 他们是德甲攻击力第四强的队伍 在主帅马高路斯的战术体系中 球队的攻击组合灵活多变 有时是让比利亚充当单箭头顶在最前面坐置点 让史丁特和俊和夫曼等攻击手埋伏在其身后插上进攻得分 有时又是让马古斯杜林 安波路和比利亚两两搭档打双前锋 并且马高路斯还喜欢在前场就高压逼抢 一旦赢回球权就可以有更多的进攻机会 对沐逊家伯有利的是 云达布莱梅算得上他们最近几年最喜欢面对的对手 在双方最近十次交锋中 沐逊家伯取得七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其中四次走访围杀球场 有三次能够凯旋而归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一场0比0的合局外 另外九仗沐逊家伯均是场上最先破门的一方 金仗球胜心切的一众攻击手 有望再次率先敲开云达布莱梅成门 阵容方面 后卫能用杜戈尼和前锋杜宾梅素因伤确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次主�에요 最后就悔总之 Gonzalez 支持同时 我们 추�ows 吸一步 其实非常可谓的 我们来看